Ana won the trial and the right to choose whether to donate her kidney which made the both of us the masters of our own bodies Ana赢得了审判 也获得了选择是否要捐赠自己胜账的权利 而这使得我们两个都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 我们来看到这一句里面的一些重点 首先我们先看到whether to 那whether to在这边呢 它的意思是是否要去做一件事情 再来这个whether to它本来其实是由whether所引导的子句 它原本的写法是whether she should donate her kidney 那在这边为什么可以做简化呢 它有几个要素 首先whether所引导的子句里面 它的主词必须跟主要子句的主词相同 再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做简化 做简化的时候呢 第二个步骤是把should给省略掉 并且加上to以及原型动词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还原成whether she should donate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whether to donate 那因为呢前后的主词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whether所引导的子句里面 那个主词把它省略掉 以及should把它省略掉 并且把它变成不定词的形式 接着我们来看到呢 whether所引导的这个非限定形容词子句 在这边会取出引导的非限定形容词 它的功能是用来补充说明 而它补充说明的是呢 前面一整件事情 也就是an't won the trial 这一整件事情 那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同学 非限定的用法里面 必须有逗点跟前面的子句呢 做一个分隔 那我们接着来看到呢 这个非限定的形容词子句里面 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make 我们来看到这边的用法 在前面的课字里面 我们有讲过呢 这个make后面可以加 受词以及受词补语 而在前面 把make当成十一动词的用法里面 提到说 在这边的受词补语呢 会是原型动词 可是make其实它的用法比较多元 它可以在后面的这个受词 补语里面 把它放名词即可 表示呢 使得受词成为这个身份 那本课的这一句就是这个用法 所以我们来检验一下 首先呢 这边的made 就是我们的动词 那它说呢 使得我们两个 both of us 在这边就是受词 使得受词呢 具有这个身份 所以后面的oc 也就是后面的受词补语 是一个名词 而这边的名词就是 the masters of our own bodies 那在这边呢 那么回归它的文意就是使得某人 或是让某人 那在这边后面放名词 表示具有这样子的身份 接着我们来看到下一句 the trial also allowed us to make peace with our mom who slowly accepted our point of view 而这场审判结果 也让我们跟妈妈能够和好 我们的母亲也慢慢接受了我们的观点 那在这边是怎么样的观点 就是前面段落提到的 就是作者跟妹妹 其实呢 都希望能够自己决定 是否呢 要接受这样子的治疗 我们来看到这一句里面的 出现的片语 首先就是make peace with 这是我们本课出现的片语 它的意思呢 是和某人和好 那在课文的意思里面 她和好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 我们在前面的段落知道 妹妹Aina 其实聘请的律师来兴起诉讼 那被诉讼的对象 其实就是自己的妈妈 但是呢 这个审判的结果 让她作者跟妹妹 能够跟母亲慢慢和解 接着我们来看到后半句 who slowly accepts our point of view 我们先看到她整个句构 在这边呢 who引导是一个非限定形容词字句 那不过这边呢 他所形容的 他从补充说明的 并非前面一整件事情 而是呢 补充说明先行词 our mom 接着我们来看到这边提到的 point of view point of view 它的意思是观点 那我们可以把它呢 变成一个字 就是view point ok next sentence sadily this piece was your left because Aina lost her life in a car accident soon after this trial 但令人难过的是 这个和平非常的短命 因为Aina在审判后的不久 就在一场车祸之中呢 死亡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句子里面呢 它有一个形容词 short lived 那如果我们说呢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hort lived 表示呢 这个人或是这件事情 它本身是很短命的 到来我们看到呢 这个句子的后面 也提到的soon after 那这个soon after 它指的是 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本身的意思 soon after表示不久之后 那soon after 后面会加一件事情 中文的意思呢 就是在某件事情之后 所以根据文艺呢 它讲到的是 soon after this trial 在这场审判不久之后 那么呢 Aina就发生这件事情 lose her life in a car accident 我们接着来看到下一句 When I knew that I would never speak to her again It was heartbroken 当我知道呢 我永远也没有办法 和Aina说话的时候 我感到伤心欲绝 我们来看到呢 这句里面 speak to 我们讲说和某人讲话 speak to somebody 在这边所搭配的介细词是to 请同学注意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 如果我们讲说呢 someone be heartbroken 表示呢 某人是非常心碎 以上是呢 第五段里面的 一些重点的讲解 接着我们来看到呢 第五段这边的这个discourse focus which word in paragraph 5 marks the different timings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Aina 那这边问到的是呢 在第五段有哪一个字 就是讲出的timing 成为的timing就是时间性 就是指出了呢 这个发生在Aina身上的时间性 哪一个字它可以带出事件的先后顺序 好那在这边的答案是after ok 那在这边出现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里 就是soon after 好那就像是上一段我们提到的discourse focus 我们可以注意呢 像是这种表示事件先后顺序的字 像是before或是after 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 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 对 对 感谢观看